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的时候提出百日违新 四年月进五十年未来的愿景 现在计划出炉了 都发局透过影片要让民众了解 包括东西区门户和摄子岛计划等八大愿景 但是洋洋洒洒的规划到2050年 时间会不会拉太长了呢 引发各界讨论 北市府上任百日 都发局推出2050台北大改造影片 构划未来愿景平市镇 百日新镇的努力奠定了台北 2050的基础 要让台北加速前进 洋洋洒洒提出东西区的门户计划 摄子岛开发和创意产业廊贷等八大愿景 但计划要怎么落实 学者很担心 把这个计划把它提出来的时候 也要多少肯定之前人的一个贡献 现在所提的研究计划 所提的计划 像柯P昨天提的那些计划 其实都还只是属于研究计划的阶段 研究计划变成法定计划 一定要有一个正当行政程序 那我们现在在制度面而言 我们就很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 要把这些研究计划 变成有法有据的都市计划 是柯文哲的一大考验 而且挑战还不止如此 像这样万丈高楼平地期 看来容易但真的有办法做到吗 在这四年内内 你用你四年的心态去做台北市长 用你四年的政绩 用你四年的作为 包括用你四年的速度 来做好台北市民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我相信台北市民会由同感受 甚至于会再给你八年 恐怕会墙后面继任者之所难 也未必能够感触未来的市民们的期待 但是天边的彩虹看得到摸不着 这怕计划沦为空包弹 不只让市民失望对政策的延续 也有负面影响 南对议员给柯文哲当头棒喝 但还是提醒市长要说做得到的事 而不要好搞误言 悠电TV由家伟 沈永沛台北报道